我是邵康 歡迎來到TVA邵康戰情室 主要門現場的特別來賓 陳富雄委員 高嘉瑜委員 黃有漢先生 賴世報委員 徐宏林議員 張祈卡委員 好 那麼 川普跟賀錦要辯論 等於川普第二場辯論 賀錦在第一場辯論 跟那個都談好了 結果第一場辯論他們在CNN 那個等於是川普讓步 讓步拜登 因為CNN對民主黨比較友好 所以就像在你的 對你友好的媒體 到了9月本來要再變 要在ABC 要在ABC ABC又是 基本上可能是對民主黨比較好的 川普本來希望在FOX 這種極右派的電視台 但是後來他們同意在ABC 現在說為了麥克風問題 可能瞧不龍 什麼叫麥克風 當川普跟拜登在辯論的時候 我講話的時候 你的麥克風是靜音的 你講話的時候 我的麥克風是靜音的 當時他們是怕說川普 很喜歡打斷人家講話 川普去干擾別人 所以我認為當時是拜登在有要求的 給予上次的經驗 但這是賀錦的要求 都不要靜音 因為為什麼他不要靜音 說川普如果亂講話的時候 我就隨時打斷他 賀錦麗要打斷川普 川普這招 怎麼這招怎麼他學會了 所以賀錦麗說川普 不要躲在靜音扭的後面 所以川普現在不願意 不願意 川普就罵誰 就罵ABC 說ABC是做假新聞 我幹嘛在一個 做假新聞的電視台 去參加辯論 幹嘛替他拉台收視率 所以媒體就說 川普是不是要反悔了 不過反悔很難看 我認為應該不至於 反悔多難看 川普罵ABC是最爛的新聞網 所以就是說會不會因此 他就說先埋個伏筆 就不去了 現在最新的民調 這個賀錦麗有在增加50% 川普43% 因為性別 種族 我不是講過 白的女人選民 現在大部分很喜歡支持 黑的女性的候選人 所以黑人支持黑人 白女人也支持黑人 那麼難怪這邊講說 性別 女性支持 這項種族因素 所以讓賀錦麗的民調 好像又升高了 范斯是說 川普如果當選 會否決任何墮胎禁令 意思是說 因為現在民主黨很怕 川普來會不會 不准都墮胎了 他說會否決 如果這樣的話 禁令我們會否決 意思就是說 我們還會允許墮胎 我們看一下 來和華裔選民見面 川普到底會不會參加 9月10號由ABC主辦的辯論 和賀錦麗來場正面對決 她大聲抗議 但當我看過這場辯論 我問為什麼要做這個 我們要做這個 我們要做這個 但我覺得這很不正的 這一個最壞的網絡 我認為ABC真的應該要被拒絕 破轟ABC是賀錦麗的盟友 說這一場辯論根本是紅門燕 川普放話可能爽約 言談中還責怪是賀錦麗陣營 想要更改規定 你會想讓你當你不說話 當你不說話 我們同意同的規則 我不知道 我應該不太重要 我應該要放話 但我同意是 它會同意 事實上這一場 ABC9月10號的辯論 是在換敗之前就已經敲定的 現在在協調規定階段 賀錦麗陣營主動下暫貼 說全程開麥也不怕 這個有別於你剛才的講法 另有一說 說賀錦麗主張 雙方一路從頭到尾不關麥 我講的時候你不關 你講的時候我也不關 那她的道理不是說 她要插嘴 要壯斷她 這個賀錦麗是有很高的信心 就是說她會講話到 讓川普受不了 然後她如果不關麥的話 她會語無倫次 講一些不得體的話 然後這個會給聽眾 帶來很大的負面效應 這是另外一說 這個也不無道理 那到底是什麼原因 我是建議 我建議沒用 因為她不會聽我的 但是我認為賀錦麗不要堅持 不要堅持 因為賀錦麗的颱風 賀錦麗的演講 賀錦麗的幽默感 你一定我在這裡 我在7月26號 就一口斷言她會是下一屆的總統 我現在更加給你斷言 9月初的ABC的辯論 他一定贏 你既然贏了 你就不要橫生枝節 讓川普撿到一個藉口 把這個取消 千萬不要讓他取消 關不關麥是小事 你不要盤算到這麼細 說因為你太厲害了 我演講太厲害了 他會受不了 他會讓人民看到他的事態 我覺得這個不要計較 一定要辯論 辯論你一定贏 你會往白宮邁進 佳玉圖 看了 我覺得沈大佬一直對賀錦麗 信心喊話 希望賀錦麗也能夠聽到 沈大佬的語重心長 我覺得川普其實在這個 辯論的過程中 已經先輸一半 因為畢竟一開始 川普在接受賀錦麗的挑戰之前 對於辯論其實是有很多的推脫 好不容易決定了這一場辯論 9月 10月 然後ABC News的訪問 結果現在又臨陣退說 找了一大堆理由 又說ABC News是假新聞等等 試圖就是要回避這次的辯論 但是對於賀錦麗來講 其實是不怕挑戰的 因為畢竟賀錦麗她現在 無論如何她對上川普 總是需要一些 不管是在理念上 對於未來這個施政的政策上面 有很多不同面向的辯論 可是川普他可能在發言的過程中 上次贏下拜登之後 他還在那個勝利的喜悅裡面 但是另外一方面大家也知道 拜登因為他的各方面的條件 所以在那時候 跟川普的辯論的過程中 雖然大家對於川普的表現 認為比拜登好 但是川普的過程 不斷的說謊 或者是前後顛倒 或是沒有辦法回答 主持人的談話等等 其實大家也是印象深刻 所以這次對上賀錦麗 當然賀錦麗希望 把川普整個辯論的過程 無論是對賀錦麗的挑戰 或是說她整場的表現 都能夠原因的呈現 那川普這邊的陣營評估的 當然就是說川普可能會有失態 或者是接下來會犯很多的錯誤 因此不敢接受這樣子的挑戰 那我覺得光是這樣的思維 本身就讓川普 在這個辯論的第一場 就已經先敗下陣來 那位 我們看到川普剛才去 華人的餐廳裡面吃飯 他講一個 他講一個東西 路在哪裡 規矩在哪裡 上一次辯論就已經講了 全程是關麥的 我沒有講話 關麥 你沒有講話的時候你關麥 為什麼現在改變 川普這個論點 到底不能說完全不對 這是一個角度 另外一個角度的話 哈里斯 賀錦麗為什麼這一次 他這麼有信心說 我要全程開麥 剛才我比較同意 剛剛沈道老剛剛說 這樣的第二個說法 就是他有意 就認為說川普一定會被 哈里斯 賀錦麗 會刺激到 這個好像是口眉遮攔 然後會講一些奇怪的話 胡言亂語等等的 他要凸顯川普 可能會失態 讓川普進一步的失分 這是賀錦麗陣營這邊的 可是賀錦麗這邊 他也要小心一個東西是 你注意看 賀錦麗上來之後 賀錦麗上來之後 他沒有安排專訪 幾乎都沒有 他裡面來講的話 就是他過去的底子 政治底子相對是保的 他只有做一任的參議員 那麼他的精力是這樣子 比較擔保 川普當過總統 相對之下到底變得怎麼樣 其實很難說 最後一點我要提的是 川普其實對於最近的一些發展 比如說兩黨的一個 就是他們的提名大會的時候 民主黨幾乎非常團結 而且他們打出來就說 你看川普把這個國家 弄得大家越來越分裂 我們要團結 所以柯林頓夫婦包括 那這個歐巴馬也去了 他老婆也去了 你就發現到民主黨的幾個 很重要的大咖都去了 相對的共和黨沒有 共和黨你吹乾他那個 比如說小布希總統 沒看到 這個事情讓川普在他的 這個社群平台 truth social 裡面罵飯天 罵飯天 罵這個事情說 是怎麼會這樣 如果一個這麼重要的 我的共和黨的提名大會 怎麼這些大咖都沒有出來 相對的就是凸顯一個東西 民主黨這一次打得 比共和黨還團結 季敬 每個禮拜來跟沈大佬同台 以前大佬都說賀錦麗一定當選 我認為川普機會比較大 不過今天我贊同 川普的機會真的越來越大了 因為事實上過去這十幾天 賀錦麗的機會真的越來越大 他看起來真的 你連準時都顛倒 真的追上了 賀錦麗看起來真的追上來了 至少從三個面向 我看的是前幾天美國衛報 他公布的一個統計 他是把過去十天 過去十天 美國所有的民調 他做了一個統計 結果統計起來 賀錦麗領先的是多少 48.4 川普只有45.3 就是說已經超過誤差範圍了 3.1% 剛剛趙大哥給大家看 現在看起來在拉大當中 所以從民調去看 確實賀錦麗看起來是追上來了 第二個 我們在主持節目這個媒體人 看那個聲量 這幾天有去統計 就是當初這個 當初兩個人在演講的這個時候 賀錦麗那時候的演講 看的人比川普多得14%出來 川普那時候看的人 只有2540萬 結果賀錦麗有2900萬 所以你從人氣去看 賀錦麗看起來也是追上去 另外一個就是賭盤 我們不是鼓勵大家賭 可是賭盤比民調可能更準對不對 賭盤現在美國的賭盤開出來 大概52%到54%的賭盤 看起來是賀錦麗 所以我同意沈大佬講的 看起來賀錦麗追上來 機會是越來越大 不過有一點是不一樣的 我認為在辯論上面 在辯論上面我反而比較看好川普 我覺得川普現在直接頂 就是說他出來攻擊 可是基本上 你如果從臨場反應來看 我覺得川普的臨場反應 會比賀錦麗來得好 賀錦麗以前他警察總長說 很好一點點 可是後來看他上了幾次專訪 反應然後講看起來沒有那麼好 特別是到目前為止 他那個整個移民的這個問題 特別是現在因為是 他們是執政黨 我是在經濟跟移民之外 他都沒有講清楚 所以他在辯論場上 我倒覺得說如果真的有變成的話 川普的機率當然很大 我認為未來可能有三個點 會影響到 最近不是有小蘿蔔甘乃迪 跳出來這個事情 他的民調可能是低的 可能只有3%到5% 可是他直接講了 他說有10個州 特別包括7個搖擺州 他是支持川普的 這個會不會有變動 這個很值得去觀察 第一個當然就是辯論 第三個影響會很大 賢取錢當然就是看你的口袋 跟你的肚子對不對 最近現在執政黨看起來 民主黨這個經濟跟通膨也是嚴重 如果在10月份跟11月份 經濟跟通膨處理得不好的話 川普還是有機會 美國這是一個很奇怪的國家 它的制度 它的這個聯邦制 3億人口 2億選民 最後選舉的關鍵 就是那幾個搖擺州 搖擺州的十幾萬人 決定了選舉的成敗 請每一個搖擺州 金錢 同一個顏色 搖擺州 挑選 全部 兩兩 簣 什麽